住在美国金山湾区的15岁华裔高中生钟恒 平常热心于担任乔教中心各项的活动职工 去年呢他更透过了FASCA的安排 深入了台东偏远地区来教导当地国中生的英文以及美国的文化 累积超过了300个小时的服务时处 那么这也让他顺利申请到了美国白宫总统青少年的社区服务奖 金纸奖章来听听他的心得 我今年参加乔委会的FASCA 所以我这个暑假我去了台湾台东去做服务 我很高兴我有参加这个FASCA 因为我觉得做了这个服务 在台湾做了这个服务我有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对我住在美国的LIFE有帮了我很多 所以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去做服务